Hello 大家好 我是Mavis街頭妹 今天就要和大家看看 我手上這部4999元的電腦可以做到甚麼 這部電腦最大的賣點就是價錢和4K螢幕 首先和大家開箱看看 它用了灰色鋁合金14吋的機身 重1.3kg 其中一個最大的賣點就是這個4K螢幕 正在IPS的Panel 鍵盤尺寸多大 除了沒有nump pad之外 其他件都有 以它touchpad的左上角都有指紋變色 左右兩邊有喇叭 看上去就細小小 散熱位主要在底部 上下有條防線的膠邊 打開時機器會升高少少 幫助散熱 上面的鏡頭我發現還有開關功能 一部分可以遮蓋鏡頭 摺口方面 有三個USB-A 3.2 Gen1 一個HDMI 最高輸出有4K 60Hz 一個type-C 一個 headphone jack 以及一個dc pop 其實它的尺寸雖然不算很輕薄 不過想不到就有4K的螢幕 以及它的摺口都很齊 它這個type-C摺口都可以做到快叉 所以都很不錯 現在我們就正式做它的實測了 文書方面 而logo來說 它打字都算是挺有手感 回彈和它的力度都是比較強的 不過打字的時候 下面的鍵盤就沒有任何的RGB燈效 下面的touchback 左上角也有指紋辨識件 它的手感還未去到超順滑 它比較像是滑到邊就會停到邊 就不是一滑會滑到很遠那種 螢幕方面 就是它的一大賣點 因為它有4K螢幕 而螢幕更新率有60Hz 先一起看看它的聲畫 它是4K螢幕 所以在畫面上的表現都不錯 而且在看影片的時候 螢幕的清晰度都完全做到 而在聲音方面 它的喇叭就放在鍵盤兩邊 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的喇叭的位置 不算很大 的確它在聲音表現上 我覺得它的聲音是比較小一點的 之後就是我一個很期待的測試 看看它可不可以撿到一些很韓式的正面照 因為想著就來開學 又或者大家可能要interview 做學生證 intern 又或者見工之旅 我都沒有在這個channel 分享過一些可能側面的技巧 所以就想試一下自己撿會不會比較自然 因為我有試玩過那個AI 但我覺得其實是很假的 完全不太看得到自己的樣子 所以我就想看看如果用自己的技術 會不會都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但比較自然 還有真的用到的照片 不過要撿出韓式的照片 首先你要先拍 因為我也是就這樣找白色牆自拍 所以做到的事情不是太多 只可以控制到背景盡量不要有太多的陰影 以及照片盡量不要太光又或者太暗 很簡單 先調一下色 因為每張照片的調色都不同 所以很難一次過說要怎樣調 我寫下了這張照片大概的參數 首先調光一點 然後本身的照片偏黃和偏綠 所以我就調紅一點 因為如果純粹是整張照片推得太光 背景會有點太爆 所以我就把橙色的位置調光一點 只是膚色變光了 之後再微調細緻 調完之後大概就是這樣 暫時調色就不會拿 不過不知道繼續用又怎樣呢 之後就去到最神奇的P圖帶法了 這是最重要的步驟 按Shift、Ctrl、X 進入了液化工具之後 在左邊就會看到有一排工具 之後就可以按下人像這個Log 它就會即時感應到你的五官 可以像尾圖修修一樣 韓國人的鼻是很小的 所以我們可以輕輕收拾鼻 這樣就可以調長、調短、調長、調短 Poloshop有個功能很搞笑 它可以控制嘴角 好像我兩邊臉不平衡 想再細緻的話 就可以用最上面有隻手指的這個工具 推回想推的位置 壓力大概調15-20% 如果把它調到太大 就會出現這個效果 可以再細緻一些反光或細紋的位置 慢慢看我們臉上有什麼瑕疵 在這裡建議硬度可以接駕到0 就寬著覺得不平滑的位置 然後就拖到比較平滑的地方 筆拆 就可以做到少許磨皮 我們可以先選了想要的顏色 那我們就選了這個肉 之後就點在想點的位置 由於開始就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但它會慢慢很自然地磨皮 我做到現在也沒有很刺激 大家可以看到它反應得到 但又不能說是很快 如果你要腫的話 就叫做可以腫了 執完大概樣子 再執一執髮型的頭髮 去到執頭髮這個位置 我就覺得開始有力了 有時都要等一兩秒才可以繼續 不過它本身的定位就不是這樣 所以其實算是我有些拒人所難的 然後退地 再在後面加上有色背景 退地在之前的影片經常都說 所以在這裡就不多說了 然後我發現荷妹的妝容 唇色應該會更明顯 所以我執了我更明顯的唇紋 還有上唇膏的顏色 我現在大概開了七八個層 其實使用下來都還可以的 如果用一些可能AI生成的功能 油畫就會比較厲害 但我發現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續航力 我由拍攝 我想現在三四個小時 電量由100%下降到34% 所以其實它電量消耗也頗快 最後的結果就是這樣 不過在這麼多項目裡面 我覺得比較明顯就是續航力 我試過用一些比較重度的測試 例如我執照 那些的話可能用大概半個小時 大半個小時 已經會下降20%的電量 當然如果只是看影片 或者做一些文書工作 使用時間會拉得比較長 但我還是建議最好 長期插著火牛 就會比較保險 而且如果你是拿出家用的話 就建議一定要帶這個火牛 這部電腦最大的優點 就是它有4K螢幕 因為始終它的價錢都比較便宜 所以有4K螢幕的電腦 就不算是很常見 所以以這個定位來說 它有4K螢幕的確幫助不少 不過它也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缺點 就是續航力 所以介意的朋友就要考慮一下 好 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歡的話就給個like 再看一看我不同的社交平台 我們再見 拜拜